哈囉大家好 我是艾瑪 歡迎收看今天的電玩宅舒培 哇 PlayStation Vita 終於在台灣正式開賣喔 而且他們現場還找來了活動代言人 楊成梨來當 PlayStation Vita的一日店長喔 現在我們到活動現場來去看看 當日的盛況吧 雖然動智過後氣溫急速下降 不過玩家們還是不畏風寒的 參加 Sony 新掌機 PlayStation Vita的台灣手賣會 而且排第一位的玩家 在12月22號就到現場等候 可見對PlayStation Vita的熱愛 他還說這是聖誕節送自己的最好的禮物 而後索尼電腦娛樂亞洲區總裁 安田哲彥先生 與PlayStation Vita一日店長楊成林 主持首賣儀式 並且宣布3G Wi-Fi版本就會在明年2月17日發售 並且與中華電信獨家合作 結束舞台活動後就是辛苦排隊的玩家們 最期待的時刻囉 大家進入台北101的Sony Store直銀店 親手從安田先生以及楊成林手中拿到首賣的PSV 預約的300台短時間內全數搶購一空 可見PlayStation Vita的不凡魅力 而之後Sony也將在PlayStation Vita上免費推出 Facebook Skype等應用程式免費下載 連接社群網路的功能 並且創造廣泛的娛樂世界 與朋友遇見 連線分享發現和遊玩所有有趣的事情喔 好嗎